228廉价期间台东绿岛有潜水教练和游客在岸边直击三只罕见的海神海阔鱼一起围攻一只剧毒的僧帽水母 而且还把僧帽水母给吃下肚 其实海神海阔鱼和僧帽水母都具有神经性毒性 动物专家表示僧帽水母的刺丝比较短无法攻击海阔鱼才会成为海阔鱼的食物 也建议游客如果在海边或是岸边看到透明的这类型生物尽量避免碰触才不会发生危险 台东绿岛有游客和潜水教练直击罕见的海神海阔鱼正在和僧帽水母展开厮杀 惊咬着不放这时候海阔鱼还有阵友加入 第三只来了 三只海阔鱼发挥团结力量大的精神不断惊咬着僧帽水母 只见僧帽水母只能慢慢成为海阔鱼的囊中物 其实这两种生物都含有剧毒 为什么可以成为食物专家这么解释 海阔鱼它的刺丝它比较长 它去攻击僧帽水母的时候 僧帽水母它的刺丝比较短 所以它比较没有办法直接攻击到海阔鱼 所以大部分就变成是海阔鱼的食物 专家表示僧帽水母又成为葡萄牙战舰 具有神经毒性 被刺中后会极度疼痛 不过一山还有一山膏 由于俗称蓝笼的海阔鱼同样也有剧毒 它的刺丝比起森帽水母还要长 两者相斗 往往是森帽水母吞下败仗 专家也建议游客 如果见到这几种生物最好避而远值 就很像透明状 很像水晶体这种 那千万不要去碰它 因为碰它 它的刺丝如果碰到你的皮肤 很容易就进入你的毛细管 就进入那你可能就会发生致命的这种情况 专家表示越接近夏天 无论是海阔鱼或是森帽水母 会常出现在海岸边 民众看到后最好别乱摸 才不会被刺中发生危险 记者赞不倒 既然是海阔鱼或是森帽水母 封城汉边 再有最后一个去岸边 封城汉边 冒